我们也是从第二个村出发到第三个村吃了中饭 不对就在第二个村 然后出发到了第三个村 然后再逛了第三个村 然后再回到第二个村 然后我们晚上是选了一家比较有名的 也是攻略做出来的一个吧 或者是一个餐厅 或者是一个酒吧吧 对 不能说餐厅 这里边只卖一些酒水啊 或者是头盘 三明治啊 一些简餐 对 不过这个头盘很有特点 非常的漂亮 这比普通的头盘又漂亮很多 上来再说吧 我心里也没底 一两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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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漂亮 哇 是不是很漂亮 超漂亮 很有食欲 这里边有四种火腿 四种奶酪 嗯 好吃 这奶酪一点都不臭 奶酪特别重 就是那个 我喜欢这个 特别软 真的吃了会吃嗨 真的吃了会吃嗨 你是说咸还是真的咸 嗯 很弹牙很有嚼劲 没有一种生肉的腥味 很香 有烟熏的感觉 就是奶酪吃 太好吃 既有火腿的味道 又有奶酪味的 哇 太棒了 而且双颈还这么好 这个好吃 真的好吃 真鲜 嗯 吃一下这种的 你看一下我吃了 这个应该是牛 看得出来 这有几种不同的蘸酱 这有几种不同的蘸酱 真的不错 那是什么呢 辣椒 你腌辣椒尝一下 嗯 这个辣椒不辣 酸酸的 嗯 好好吃啊 这个奶酪 有一些酸 硬硬的 还有这种 有一定肥肉的这种活腿 这个奶酪味道会重一些 没有这种肥肉的油腻的感觉 特别甜 但是 也会有一些油脂的清香 嗯 很软 腌辣椒是甜的吗 有点酸 嗯 有点像西红柿的那种感觉 也特别好吃 你尝尝这个绿椒 是一种植物的那种 咸油腌 尝尝 什么植物 嗯 什么植物 嗯 你这个 是不是就是薄荷 应该不是薄荷 哦 薄荷会有很大的味道 就是薄荷味 吃不出来 太咸 嗯 你觉得哪个酱多好吃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头盘 我觉得还是蜂蜜比较好吃 我喜欢蔡果酱 奶酪蘸蜂蜜哦 开始上了个菜板上了 我上个扑框起 哇 好吃奶酪 这个奶味粥吗 还行 而且不算了我还是吃着奶 奶酪配蜂蜜真的好吃 我们试试这个火腿蘸蜂蜜啊 嗯 好硬啊 牙口不好 真是心酸 咬不动 首先吸到嘴里边之后 全是蜂蜜的味道 通过咀嚼呢 慢慢慢慢啊 这个火腿的这种味道 就已经 蘸满了就是覆盖了这个蜂蜜味道 然后混合 火腿的味道和蜂蜜的味道 非常棒 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报告大家一个吃奶酪的好方法 就是奶酪蘸蜂蜜吃 好 Better fat Good 我觉得火腿配果酱也很好吃 火腿 还有他推荐的吃火腿方法 火腿配果酱 这一个是要28O 其实也不贵 你想想是在景区又吃凯特 三到四个人吃这一顿 其实并不贵 好 你就这样请大家吃吧 我说过吗 我们先拜拜吧 拜拜 拜拜 你去姐姐 回家